大家好,又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一下我們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層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不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餅 大飛翰天下 爛尾樓的由來 當然這個是大紀元的其中一條頻道 就這樣將大陸的一些圈錢的做法 講清講楚講出來 如果你看中了一塊地 這塊地價值三千萬 那你只需要給30%的保證金 就可以投了這塊地 那你只要找30個親朋好友 每人借大約30萬 接著你就告訴他 那我就用來買地 那我們成立一間公司 你們就是股東 那如果我們建好樓賺到錢呢 那大家分 結果你有了一千萬 你拿著這一千萬 就投資市值三千萬的土地 去銀行抵押 銀行就會借你市值大概70%左右 所以你就拿到兩千萬 那你是不需要減一千萬的買地本錢的 因為那些本來就不是你的錢 如果你就這樣走路的話 那你就拿著兩千萬 你啪啪拖手走了 但是這樣做賺不到大錢 只要你拿到地 接著你就找人策劃 接著做一個模型 接著電腦打印 就是美輪美換 接著就是未來發展的流放 這個小區的海報 接著再大膽一些可以排號 或者認醜金 中國最奇怪的作法就是 你只要有人給了這個認醜金之後 你建好的房間 在正式放盤之前 他有權優先這樣選樓 和拿到折扣 就是所謂的內部認購 好了 當錢有到手的時候 你就找一些叫做施工隊 即是說成建商或者叫做建築商 那還要找一些大間的建築商 因為他們有錢 找到這些這樣的成建商之後 那你就跟他們說 這單工程這個樓盤 是三億的工程費 那大陸慣常的就是要給保證金 又可以叫他們做施工隊 施工隊要給你保證金 因為確保到 他一定開工 這個是中國的慣例 那一般來說 就是收五成 不是 對不起 就是說如果三億的錢 工程 就要收他們五千萬保證金 接著當房子封頂之後 你就給回95%的工程款 留下5%就做品質保證 就是說如果有什麼收收保保 你要跟我搞定它 保證金 在封頂之後 不僅要找95% 還要把那五千萬一次過這樣給它 成建商看到地是你的 你又真真正正是建屋外來賣的 那也都真正要建築三個億的項目 結果它就答應給了五千萬 當房子建了幾層 接著就可以拿五證 就是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 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建築工程施工許可證 你就可以買樓花 接著 那些韭菜就排隊這樣來送錢給你 接著他們就做銀行按揭 如果你有能力有領導支持的話 那些按揭款 也都可以做工程款 又可以拿到一部分出來使用 這樣的話是不是很開心 那就看看你究竟是想自己做大王 還是做樓購 還是要做朱元璋 如果一般的土匪的話 在這個時候把現金全部拿出去海外 移民走了 那留下的就是 喊啤喊糧的那些 所謂的小業主和那個承建商 還有銀行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你要這樣做 是不能夠封頂 因為一封頂你就要還錢 如果你是吃大茶飯的格局 那你就用同樣的方法 不斷地開新項目 滾雪球幾年之後你就上市 然後再學恆大這樣 發債券 恆大理財 十年之後 你就是恆大的規模 到時再有幾十個項目 一起爛尾 跟著你拍拍屁股 拿錢走都行 這個就是中國夢 人人都可以做開發商 張獻松的地區農民 翻身做上市公司老闆 這個並不是夢 這個 找一找法輪功的其中一條頻 拜拜